可以令對方無條件想盜吊人標記 特別去到三星效果馬上變質 衷心感謝大家的一直支持 你們每一個的訂閱鍵 都是令到本頻道可以保持製作優質作品的動力 大家好,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繼續和大家還回靈蘭之劍 今次影片就會介紹一下刀吊人最強指揮官 索菲亞,亦都是迪塔利奧最信任的人 到底這角色值不值得大家抽禮 我們馬上進入解說環節,Let's go 索菲亞定位,盜吊人,指揮官 職業定位屬於特集者 共通點就是二棟加蘇,最高可以高達5格 索菲亞的陣型屬於伊莉亞及列陣如林 最常見的陣型配搭直接使用迪塔利奧領袖光環為了伊莉亞 令所屬伊莉亞的友方提升攻擊力、防禦值及攻擊3個以上debuff效果的敵人 有個造成傷害值提升20% 除了配搭迪塔利奧之外 還可以配搭我們刀吊人追擊手,倫加勒 基於倫加勒是屬於刀吊人 再配搭索菲亞會有不同的刀吊人能力值加成 我們看看索菲亞的個性效果有什麼可以幫助倫加勒 個性的一星效果 戰鬥開始時可以令到自身4格範圍隨機一個敵人 施加一個盜吊人標記 當攻擊盜吊人標記目標可以對敵人造成16%目標生命值的物理傷害 不可以超過自身150%的物理傷害 剛剛說過的倫加勒技能模組是可以針對敵人擁有刀吊人標記時 提升自身暴擊率又或者暴擊傷害等等的效果 組成了索菲亞之後就不需要擔心有什麼手段令到對方上刀吊人標記 因為索菲亞的個性效果已經可以無條件令到對方上刀吊人標記的debuff效果 然後看兩星效果會多了一個生命攝取50%機制 除了對敵人造成一個追加物理傷害之外 還可以令到自身有回血效果 然後到三星效果 原先4格範圍隨機1名敵人就會提升到4格範圍內隨機令到2名敵人上刀吊人標記 除了令到數量值增加之外 追加傷害亦會有變質 變質位置由16%提升到24% 不可以超過自身175%物理傷害 去到四星效果生命攝取50%提升到75% 最後五星效果 原先4格範圍就會提升到6格範圍 隨機令到2名敵人施加刀吊人標記 24%追加傷害提升到32%追加傷害 不可以超過自身200%物理攻擊力 後者追加傷害可以配搭索菲亞一些不同的技能緩護攻擊機制 接下來看看索菲亞的技能樹線 首先左手邊刀吊人清算一招被動效果 當攻擊時對方憑死再加油刀吊人標記 可以對敵人額外造成30%物理穿頭傷害 攻擊後移除標記 然後看看另一招影集 對單個目標造成130%傷害 攻擊後可以獲得一層閃避機制 而閃避機制是可以免疫對方的切單點攻擊 PVP、PVE或者神兵關卡都極力推薦大家點 所以建議點回右邊 然後到三階技能戰術調整順發技能 將自身職業變成目標職業 獲得易容效果 受傷害值降低和提升移動格數兩格 就這樣看這招技能應該針對日後活動關卡 所以暫時都不太建議點 然後另一招模影之刃屬於支援技能 自身可以獲得一層無影之刃 閃避敵人一次單點攻擊 並且進行反擊 對範圍內所有敵人造成85%物理範圍傷害 再施加一層二選二狀態 受到傷害值提升20% 再會恢復兩點能量值 兩者比較起上來 個人是建議點擊左手邊的無影之刃 不論一階技能和三階技能 自身都有一些閃避機制 暫時來說技能模組都是不錯的 然後到五階技能右邊的緊急避險 暫時都不建議點 我們可以點擊左邊的影印追擊 自身三格範圍內 擁有盜吊人標記的 可以進行一次緩護攻擊 造成50%傷害值 你看到這個反應技能 是會有緩護攻擊 可以配搭本身索菲亞的個性效果 因為攻擊擁有盜吊人的目標時 可以對敵人有一個最佳物理傷害值 還會產生生命攝取機制 不論主動攻擊 友方進行攻擊 會觸發緩護攻擊 觸發完緩護攻擊 再會觸發個性的最佳攻擊 然後去到七階技能 個人認為兩招技能都建議點 首先說到盜吊人指揮官 假設自身五格範圍所有友方攻擊 擁有盜吊人標記敵人 提升攻擊力15% 好留意一下 這招光環效果是可以重疊其他領袖光環 特別是大王子的衛鳥伊利亞 當觸發了大王子的領袖光環 有個個人屬性提升 還可以疊對方有3個debuff狀態 有個傷害值提升 還有可以疊回到盜吊人指揮官光環 對方擁有盜吊人標記 攻擊力又會有個額外數值提升 然後到另一招七階技能 鎚姦令 召喚一個盜吊人特攻 可以繼承自身85%的屬性值 之後有3個debuff效果 第一個debuff效果就是令到對方上盜吊人標記 第二個效果降低物防降低魔防都是40% 如果大家挑戰神兵關卡 出現卡關的情況 個人都蠻推薦抽回這隻索菲亞 他的技能模組 完全是推薦大家拿來挑戰神兵關卡使用 然後去到九階技能 一招就是封印擊 個人不太建議 然後連葵攻擊 雖然物理傷害值只有80% 但後者有兩個buff的效果 一個就是提升150點速度值 以及提升攻擊力 當觸發了提升速度值這個效果 原先角色行動次序可能比較後的 就可以透過這個buff的效果拉高他的行動次序 然後到十一階技能 兩招都不太實用 第一招 腐蝕武器 令到對方承受30%生命值的物 穿傷害攻擊後對對方施加密攻、魔攻降低 20%持續兩個回合 然後另一招就是單點技能 破均強襲忍 170%的密攻傷害值 對目標施加孤立狀態 以及令到對方無法觸發緩護機制 然後介紹一下技能模組配置 首先普攻帶回連葵攻擊 反應技能影印追擊 然後去到三招的主動技能 第一招建議的就是曹姦靈 令到對方施放三個不同debuff效果 挑戰神兵關卡 極度建議大家點的其中一招技能 然後剛剛提及到的一階技能 擁有一個閃避機制 可以閃避BOSS的單點攻擊 最後一招就是盜吊人指揮官 攻擊擁有盜吊人標記的目標 可以有個攻擊力提升 索菲亞本身有招天生技能 就是單點技能 狩獵衝動不會有任何CD冷卻時間 對單個目標造成130%傷害值 攻擊前補擊率提升15% 當擊殺目標後會恢復3點能量值 他的技能模組全部都有自帶恢復能量值的機制 簡單跟大家做總結 索菲亞的個性效果 可以令對方無條件上盜吊人標記 特別去到三星效果馬上變質 原先對一名敵人私家變成兩名敵人私家 所以個人認為如果想玩索菲亞的話優先可以衝到上三星 配搭他自身的技能模組 盜吊人指揮官 對擁有盜吊人標記的目標 又有個攻擊力提升 自身的一階技能和三階技能擁有一些閃避機制 再配搭全遊戲最實用的盜吊人追擊手輪格 是一個不錯的暴擊率和暴擊傷害值的加成 不知道大家對今次全新推出的索菲亞有什麼看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覺得影片有幫助 記得按個like 未訂閱的觀眾可以按個訂閱鍵 和分享給你們身邊朋友們知道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